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其他聊的主題是 簡單判斷對方是不是單身的三種小技巧 通常情況我單身的時候在做吸引女生這件事情 我不會去判斷對方是不是單身 我會先判斷他是不是餵娘 這麼可愛一定是男孩子 假如對方是女生真的被你吸引到 他單身他就會跟你出去玩 他跟他男友感情有狀況快分手也會跟你出去玩 所以對方是不是單身是個假議題 應該要知道的是對方有沒有被你吸引到 對方沒被你吸引到 你去做確認他是不是單身 他單身也會說我有男友 而且已經懷孕了 明天要去辦登記了 完全不會想跟你出去 但是很多人還是很在乎對方是不是單身 一個大家都遵守的規則 對方單身我才能去做進攻 所以還是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只是這可以判斷的是80%的女生 有些女生他硬是不讓你知道 你就是不會知道 但還是重點一句 你有沒有吸引到對方 比對方是不是單身來的重要 第一個小技巧 你跟你男友的意思是 通常我們在跟女生互動 你想要追對方 可是突然加一個你有男友嗎 很怪 就例如 對啊那超好笑的 你有男友嗎 那個電影我真的很推耶 你有男友嗎 你剛剛是不是去大便 你有男友嗎 這樣很突然而且不自然 對方會覺得你微微怪怪的 但是假如聊到一半 對啊那超好笑的 我很推薦你跟你男友一起去看那個秀 那個電影真的很推 你跟你男友可以去看看 你剛剛是不是去大便 不要用這樣的問句 你這個問句一講完 你們關係就沒了 而第一個範例 你有男友嗎 只是滿足你的好奇心 或是讓對方感覺 你想要從他身上索取東西 第二個範例差別在哪 就是你是用分享的方式 去跟對方推薦去做某件事情 而先預設對方有男友去說這句話 而對方通常情況 對方會知道你語句後面的意思 他知道你對他有意思 就看他要不要接你這個球 假如沒吸引到 這顆球就會是躲避球 他遇到就狂散 但有吸引到 他單身通常會說 我沒有男友啊 你聽誰說的 或是聰明一點的會說 嗯 你在套我話哦 你覺得我有男友哦 你們就會慢慢開始有點俏皮的對話 而有男友就會說 好啊 我再跟我男友去看 謝謝推薦之類的 其實就簡單的 用分享推薦的方式 去帶到你可以跟你男友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可能對方其實也有男友 但騙你 那我們就再第二個小技巧 約對方出去的意思 我應該不用多說吧 就是跟對方單獨出去約會 通常對方真的很愛自己男友 是不會跟你出去約會的 除非他談的是開放式戀情 或是他男友跟他介於要分手不分手的狀態 又或是他就是貪心的女人 不然通常情況 大部分願意跟你單獨約會 就是單身的狀態 當然你們的約會是真的他知道 你們是男女之間的約會哦 而不是朋友或是同事剛好出來 假借某個事情 是真的我跟你出來 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會拿棒球棒 把你打出一個全雷打哦 對方會知道有機會會這樣 才跟你約會的 當然也不是說 一邀約就說 最後我們可能會打炮哦 記得買套子 我最近很窮買不起 這又太直接了 可是他會感覺到 但不用說破 所以你用這樣方式去約會 通常情況對方八成就是單身 假如還是無法判斷出來 那麼第三個小技巧 絕對就能知道 對方是不是單身了 推到底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約會 我們一直都會肢體推進 當感覺對了 我們就會去升級 聊天的內容 又或是肢體親密的程度 而當升級到一個程度 也許是抱對方 也許是親對方 甚至是發生關係 通常到某個程度 對方有男友 他就會突然的說出來 我其實有男友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我還喜歡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有男友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 有男友的情況 又會跟你約會 幾乎都是因為感情狀況不好 但不敢分手 而你的價值很高 有吸引到他 他就會陷入兩難 他要跟男友分手 跟你在一起嗎 可是這樣不就是劈腿 他會陷入道德罪惡感 而且分手後 你也不一定會跟他在一起 通常情況 他就會想要知道 你願不願意等他 會問你他感情要怎麼做 你願意等他嗎 但我認為不用等啦 繼續過好自己的生活 他真的分手之後再來討論 也不用逼對方分手 因為你真的有價值 對方感情狀況很糟糕 男朋友很差 分手是勢必的 因為兩個一比較 一個是滷肉飯 一個是牛排 怎麼比 但你不是當滷肉飯 你當的是牛排 你不用去等待 或是要對方分手 他也會做這樣的決定 那另外一種就是 有男友他也跟你發生關係 也不說出來的 簡單來講 他享受這種刺激的感覺 老實說這種真的非常少 少到你假如遇到 你可以去買個樂透了 大部分情況有男友 還會跟你出去 就是感情狀況很糟 突然之間 你們認識感情升溫 約出去約會了 他投資到一個程度 所以有敢讓他爆掉了 就會跟你說 他有男友 那再來就是你一直推進關係 到輕輕發生關係 對方都沒有表示有沒有男友 那大部分情況就是沒有男友 對方就真的單身 但也不一定會跟你在一起 對方也可能只是想爽而已 所以對方當不單身 真的是假議題 重點是對方有沒有被你的價值吸引 願意跟你在一起 甚至把握住你這個對象 可能會有人說 對方有男友 你還跟他約會 你這個壞分子 但重點來了 很多情況是 我也不知道他有男友 都親完或是發生關係後才知道 不知者無罪 對方有男友 真的夠愛他男友 他也會拒絕邀約 單獨出去約會 或是有人會說 你這樣 你女友之後 跟別人單獨出去約會 會怎樣 不會啊 我知道我女友不會劈腿 因為我知道我的價值在哪 而假如女友真的這樣做 那就分手啊 通常女生會做劈腿的行為 在一段感情 就是關係有問題不去解決 也沒有去經營好關係 或是主動的 把自己的價值拉低去附和女人 簡單講就是在一起之後 自己讓自己變弱了 那你的女人久了 覺得你不是男人 就會去找比你強的男人 我的經驗告訴我就是這樣 我以前被劈腿感情出現很多狀況 都是因為在一起後 讓自己變弱了 所以我不會讓自己在一段關係變弱 所謂變強 也不是要你霸道控制對方 幾點下班跟我說 我開飛機去接你 你剛剛是不是在看那個包包 你怎麼不跟我說你想買 你看我買不起是不是 我買給你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而是當你不被尊重 你的原則被踐踏 你的付出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時候 你要讓對方知道 我們是互相尊重彼此的 你有自己的原則界限 遇到事情身為男人 我會出來扛責任 而你永遠要當在背後支持我的人 假如沒辦法 那這關係也不用談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但很多男人在談一段關係 就會讓自己變弱 怕女人生氣 怕吵架 怕衝突去道歉 忽略自己真實的感受 讓自己的生活 全部跟著女人的想法在走 慢慢關係淡掉爛掉了 自己還沒發現 最後就被劈腿了 再把錯誤怪到小王身上 而不是自己在經營一段關係的策略是錯誤的 其實雙方都會有問題點 在下一個對象又重複上演同樣的事情 而這些也都是在經營關係的時候 自己要意識到的 怎麼突然聊到經營關係 聊太遠了吧 總結 你跟你男友 約對方出去 推到底 我還是重申一次 對方是不是單身真的不太重要 重點是你有沒有吸引到對方 你不只是展現價值去吸引對方 你也要可以判斷出 對方當下有沒有被你吸引到 你吸引到對方 那對方是不是單身 都沒差 好 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想看我生活可以追蹤我的IG 或是看我的訂閱頻道 貝克服生活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加訂閱還有分享 又不要忘了開小鈴鐺 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